新一滴立村召开部落会议 针对矿业公司即将在滴立村内的咕咕山林班地 进行水晶矿开采的作业 从事前申请到最近在矿区内所进行的水土保持工程 都不曾通知部落 但业者也表示这一切都合法 它从申请到可以开挖 它一切都是合法嘛 那这些呢也经过了好几年的申请 从这个矿物局 还有林务局 还有兰头县政府的相关单位 都经过他们的规划 水土保持水污染操作习可 都经过审查合格了嘛 反正我现在可以报告的就是 一切都是合法 工业公司代表在说明会完之后就提早告退 居民认为业者并没有尊重地区 因此部落会议 最后决议将全力反对 开挖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绝对反对 从现在开始禁止再继续开挖 我们的作为第一个是要 前村联署胜利四个部落 胜利几个部落 那我们就会把联署书放在村长这边 这个联署书的这个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召开 第二个就召开对外的记者会 三个就是 我们要办理司法诉讼 就麻烦牧师这个部分在协助我们一下 现议员全文才指出 身为民意代表会与相关单位来沟通 也希望业者在事情尚未明朗之前 不要开采避免造成民怨 那我身为民意代表的 我当前立以赴能够配合 尽量用我的能力 跟上面的跟县政府做一些沟通 我们是希望能够他们在我们在 在事情还没有明朗之前 我们是希望他们这个时候 这段时间暂时先不要开采 以免发生民怨或者是抗争的事情 矿业公司代表一再强调 他们申请程序一切合法 现议员全文才希望 矿业公司能够在事情明朗之前 不要开采 并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协助沟通 记者邱平易信力采访报道